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包子 国家药剂监管局已经在这个周二批准了 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和中国的科兴疫苗的有条件注册 再加上之前抵达的辉瑞疫苗 现在一共有三款疫苗得到了批准 随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疫苗 更多人也可以接种 希望疫苗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再次恢复正常 该跨州的跨州,该出国的出国 但是,疫苗到了和战胜病毒之间 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很远很远的距离 因为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愿意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部的民调 目前有16%的受访者拒绝疫苗接种 而17%还不确定 而这群33%的人统称为疫苗犹豫人士 如果这些人到最后依然没有接受疫苗注射 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全国八成人口覆盖率的目标 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 也不可能结束疫情 但事实上,疫苗犹豫带来的威胁 不只是这次的疫情 而是一些原本就快要灭绝的疾病 比如麻疹、白猴都重新死灰复燃 疫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每年拯救了上百万条性命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坚持拒绝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一期的看到了吧 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疫苗犹豫 AKA反疫苗运动 列为全球十大卫生威胁之一 但是准确的说 这不是马来西亚的最大威胁 因为我们最大威胁是他 假讯息的天才 虽然人类过去靠疫苗控制 甚至消灭了不少的传染病 但是还是有一小群人对疫苗表示怀疑和不满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你可能会想这关我什么事 只要我打就好了 但是不要忘记 没有一款疫苗是百分之百有效的 根据现在的数据 表现最好的疫苗也只有95%的有效性 而最低的甚至只有60% 换句话说 就算是我们自己打了疫苗 只要身边还有人带着病毒 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风险 所以这群反疫苗人士 不仅仅只是一群自嗨的人 相反的 他们的行为正在给所有人造成了实际的问题 举个例子 马来西亚从2004年开始了两剂麻疹疫苗的计划后 麻疹病例一度从最高点的每年5729中 降低到2013年只有195中 但是 自从2013年开始 就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不让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 导致麻疹疫苗的接种率不断的在下跌 跌破了群体免疫所需要的95%的覆盖率 到2017年只剩下89% 你可能会想只跌了6%应该还好吧 可是同时 马来西亚的麻疹疫苗病例翻了10倍 在2018年一共有1958中 更靠近一点的案例 就是在2019年刮拉扣原住民爆发的群体感染 当时村内百多人感染了麻疹 而事后的调查发现 村里其实只有30%的人完成了MMR疫苗注射 虽然不能说他们是反疫苗人士 因为其实原住民不像我们可以那么容易接触到医疗资源 但是这也代表了 只要疫苗的覆盖率不能达标 那疫情就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除了马来西亚 麻疹疫苗也在全球其他地区爆发 贫穷如非洲国家 富裕如美国、法国、英国和香港等等都不能例外 贫困国家是因为没有钱打不起 而富裕的国家却是有疫苗不想打 OK,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打? 简单来说 反疫苗运动其实反映的是现代发达国家 公共卫生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 随着公共卫生的发展以及医学的进步 很多的传染病逐渐变得不那么可怕 甚至是消失在公众的目光当中 我相信大部分90后、00后都是这样 我们都听过天花、麻疹、白猴、百日咳等等的传染病 但是没有真正亲眼见证过他们到底有多恐怖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些疾病就好像只是传说 距离我们很远很远 比一里路还要远 所以也自然而然的 越来越多的父母也会忽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也有各种假讯息在大肆地散播对疫苗的恐惧 所以接种率下降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 而大多数人对疫苗的恐惧 源自于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误解 这是一个在90年代后期引起注意的理论 简单来说 就是当时一个英国医生 在医学杂志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显示MMI疫苗与自闭症之间有联系 这篇文章引起了英国和美国人对MMI疫苗的抵制 后来这份研究也被医学界否认了 这份研究其实真的是特别奇怪 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只有12个儿童 而且多数都是来自反疫苗立场的家庭 再加上这个医生 他其实自己已经申请了MMI替代疫苗的专利 所以背后有很大的利益冲突 这个医生的执照最后也被吊销了 2000年 英国医学总会针对这位英国医生的学术道德问题 展开了听证会 这一次的听证会裁定了 他在研究当中有捏造数据 存在不道德的行为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接受了媒体采访 但是这张照片的重点不在他本人身上 而是在围绕在他身边的支持者身上 可以看得出 一部分人对科学界和权威依然是十分的不信任 甚至是抗拒 以至于他们可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 还能以替罪羔羊 医学总会被医疗腐败统治 这样子的借口来为这位医生洗脱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个英国医生也不是一个唯一怀疑疫苗的人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 小罗伯特·肯尼迪也发表过类似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他声称疫苗当中还有水银 而这些水银会让孩子得到自闭症 不过 虽然水银的确有被用在疫苗的制造当中 但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会中毒的水银 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氧 我们呼吸的水也是有氧 烧炭出来的一氧化炭也是有氧 可是一个是有毒的 一个是没有毒的 你不会因为一氧化炭有毒 就不去喝水不去呼吸 是吧 而且后来也有更多的大型研究 发现疫苗里面的水银和自闭症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从21世纪开始 所有推荐给婴儿的疫苗 都已经不再用水银当做消毒剂了 但是消除流盐比制造流盐难100倍 和学界做了许多实验 一遍一遍证明了打疫苗和自闭症没有关系 导致他们把精力和资金都放在了打假上面 没有去真正研究自闭症的原因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花时间和精力 去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问题 就像在鸡蛋里面找骨头 或者在国会里面找民政党 这是不存在的 但是 真正最严重的问题是 因为这些反疫苗运动 美国原本已经完全消失的麻疹 又在重新爆发 而现在 小罗伯特·肯尼迪又在呼吁大家 不要接种COVID的疫苗 他丢出了很多阴谋论 包括疫苗是药厂和比尔盖茨的邪恶计划等等 后来 肯尼迪也因为推广这些假讯息 被家族的其他成员公开批评 个人的Instagram账号也被官方禁用 虽然这篇Instagram关了 而是他在Facebook买了54%的反疫苗广告 不得不说 Facebook真的是赚钱天才 而这也正好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点 传播关于疫苗的不实信息 已经成为了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 在疫情期间 反对疫苗接种的企业家 在网上的关注度增长了至少20% Facebook在过去一年 有关健康资讯的假新闻 发现这些假新闻的浏览量 多达38亿次 OK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相信假新闻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笨蛋 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只要你去做YouTube你就会懂 真的是很多人 你不能跟他用正常的言语去交流的 不信的话你们在这一期的comment找 一定会有这一种人 那更进一步的解释是 这些人过度自信 觉得自己比专家还要懂 这就叫做达克效应 达克效应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高高自己 是因为他们缺乏了一种自我认知的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他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也不能够意识到自己和专家的差距 但是如果给他们训练 提升他们的能力之后 他们最后就会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能力不足 所以才会有我在警察那一期的这一句话 知道了问题的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因为真正笨的人 他们是笨到连自己有问题都不知道的 但是 比假新闻更恐怖的是片面的真新闻 我们很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 都是接种疫苗过后 有多少人发生了不良反应 有多少人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比如说 这些都是 那里面有没有存心是来吓人骗点几率的? 肯定有 但是站在媒体的角度想 新闻性新鲜性是新闻存在的价值 如果新闻不新鲜就不能够成为新闻 就好像新闻不会去报有人唱歌 但是会去报有人唱歌唱得暴毙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唱歌普遍上不会致死 唱歌会暴毙只是少数 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都是常识 所以 只报导唱歌唱到暴毙没有问题 可是 疫苗不会致死这件事情 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常识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全球已经注射了超过一亿剂的疫苗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接种疫苗过后 99.999%的人都没有事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的国家药剂捐管局 可以算是全球最严格的监管局 而民众缺乏常识 再加上媒体失衡的报导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有学者分析了2002年1月到9月的 英国主要电视新闻 广播与报纸所谈论的 MMR疫苗 发现只有一成的内容谈及 全世界有90个国家都认为 MMR疫苗是安全的 但是有近7成的内容 是MMR引起自闭症和其他疾病 而这种失衡的报导结果就是 愿意接种MMR疫苗的比例 从4月的53% 跌到了10月时只剩下47% 所以在人民对疫苗常识不足的情况之下 媒体报导的力度就会很大程度的左右人民对疫苗的接受度 这位媒体尤其是在这次的疫情之下 在判断一个新闻有没有报导价值的时候 也不应该只是单单从略奇新鲜的角度出发 但是也要同时扮演科普的角色 把一些正确的资讯带给读者 但是老实说 疫苗其实也跟别的医疗技术一样 存在着自己的缺陷 在非常极端 是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 会引起死亡 虽然根据美国CDC的数据 那个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害怕自己是中招的那一个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马来西亚开车出意外死亡的几率 是十万分之二十四 我们也是召开 犯罪率是十万分之二十五六 我们也没有因此就不出门 所以这里最大的问题是 当我们听到疫苗的时候 我们过多的去强调那些根本不存在 又或者是很小很小几率会出现的危害 但是我们忽略了非常明显非常巨大的好处 很多人可能会想 我可以等到群体免疫 给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去打 我就做那百分之二十 但是那百分之二十其实是留给那些没有办法打的人 包括小孩子老年人还有其他抵抗率比较弱的人 所以如果连我们这些可以打的人都拒绝疫苗接种 那像麻疹这样子的历史又会再出现 我们已经有疫苗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大家的合作 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 真正跟COVID说拜拜 我们也看过 一群不负责任的人 是怎样让我们的疫情从二位数变到四位数 所以大家 如果能的话千万千万要记得注册疫苗接种 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家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真的要把这个影片传给你们的家人朋友 那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点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